中国大陆9月底全面实施卡式台胞证引发疑虑 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昨天就在立法院表示 会在10月13号的下章会中表达严正的抗议 中国9月21号突然宣布要全面实施卡式台胞证 事件持续延烧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一号邀请陆委会主委夏立言 报告整个事件的处理经过以及后续的因应做法 夏立言强调已经和中国大陆达成共事 会在10月13号在广州东晚进行的下章会中向中国表达不满 我们的确在这次对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他们这个第一个资会的时间的确是比较短 而且事先跟我们的智商也不够 所以我们会表达我们的不满 夏立言强调陆克来台需要按指纹 填留时间限制很多 认为台湾的出入境管理及核发比陆方严格许多 不过说法不被蓝绿立委接受 质询时不断质疑陆委会掌握不实 还批评台湾是遭到矮化 中共对我们的中国对我们的一个统战 其实无所不用其极 行政院毛部长说看到报纸的报道才知道 这样会让国人产生恐慌 他跟我们的身份证是不一样的 这个他一个卡的形式跟我们目前身份证是不同 第二个有关这个毛院长 我相信他是一时的口误说出那句话来 立委执询中夏立言一度提到台商向他反映卡式台胞证方便通行的事 强调蓝岸发行通行证其实是互相矮化 还说如果说陆方矮化台湾早就矮化了很久的话 说法遭到立委质疑 夏立言随后表示自己的说法不对 道歉后收回此番言论 记者陈嘉欣 长子佳台北报道